我个人体会到的决定性是道真理真天命真 我自己体会到的决定性 如果道不真我们没有今天的道场 理不真也没有这么多人相信 那么天命不真也没有这么多的契机 以及各方面的显化 所以因为有这种真真真 那么就可以我们道场有个今天 以真换真 既然这都是真的 这个真理拨不倒的 这个天命不能够违背的 所以换得我们得道以后 修道半道人都是真心 真心的牺牲 真心的奉献 你看我们本坛上场下下 我们台北的各位点声师讲师 台中的 台南的 高雄的 甲义的 你们这些个前面人 就是点声师讲师贪足 这个银宝师 大家为了什么呢 大家都为了道 并不是为他自己 你们来的第二天 也可能列有体会的 决定不是为了自己 完全牺牲奉献 那么在道场之中 没有民可以取 没有民可以取的 那么在道场之中 也没有利可以贪 你说哪一位 不管是谁 来到我们各方面 都是自己自备路费 那么他们的生活 都是自己来负担一切 我们道场好没有补助 就这点啊 他们修道半道 二十年三十年如一日 这种精神可佳 这种精神可佩 一般人是做不到的 所以这都是 老是是我们大德的感召之下 那么再说呢 也是我们台湾人的缘分 这个台湾人呢 现在正在走运 走什么运呢 你们台湾呢 现在走天运 走地运 走人运 最好的时候 空前未有啊 台湾现在这个运 正在走好的时候 空前未有 那么将来呢 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 那我个人体会 我个人体看法 这个现在是 这个运最好 这个你说这么好 人运 谁来应这个运呢 啊 那我的想法 看法哈 年轻人 年轻人这一代 啊 应这个运 啊 不管是社会也好 不管是我们国家也好 甚至我们现在的道场也好 都是年轻人应运 这一代 很很有福气 啊 所以来得早 不如来得巧 来得早的话 你看那些个过去的那些个台湾 你们的祖先呢 很辛苦 啊 几十年以前很辛苦 那么现在我们台湾人啊 我们中国人台湾人 真是好命 那你正在好的时候 啊 就是你们的祖先当从铺路 啊 后人走 你们走就好路 你们的祖先种树 你们现在来乘梁 所以现在正是好时候 啊 所以现在我们年轻人这一代 有很大的使命 有很大的任务 对于国家 你们也有使命的存在 对我们社会 也有使命的存在 啊 你说对 帮助国家 帮助社会 啊 最重要的是什么 啊 就是创造一个大通的理想 大通的理想 啊 天下太平 真是一道通风 那么大家这个理想的话 只有了道 我们只有那天天行道 啊 带天宣化 度化众生 才能达到这个理想 非此道而莫许啊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啊 也是现在很多 这个 我们这个政府啊 有很多的要人 也求了道 甚至于中中央级的啊 民意代表 民意代表 也求道了 他们都是这么样的感想啊 嗯 今天下午哈 由立法委员 一位肖立法委员 他来 来这给你们讲一讲啊 他个人的感受 他非常的诚心 不太一个人了 好几位都是这么诚心 这是很不简单的 所以从前老母说过 先度贫 后度负 末后才度汪侯公卿 那像这些个 中央级的一些人 都是汪侯公卿的 都是不简单的 末着都趁在度他们 他度上他们上来以后 老母说过 大开幅度 现在真是大开幅度 大开幅度 你们听说过没有 没听说过 不是这么意思 对不对 没听说过是吧 没听说过 大开幅度 幅度大开 现在时候 我们先天大道 老师师母的天命 现在这个时候叫大开幅度 你看看 我们现在圈台湾省啊 秋道里有多少 各主各县都有求道的 太多了 没办法统计 这是人为的吗 一般宗教 没办法跟我们相比 道就是道 教就是教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所以大开幅度 这大开幅度到什么程度 市农工商 四届 几乎呢 并驾齐驱 我们人的某一个人都有个立场 你进入哪届 我们大了 逼得业了 进入哪届 现在来说 我们来台湾呢 老先生带着我们各位先生来台湾 老先生你也看到了 85岁 现在86岁了 身体健康 那不简单的 那老先生86岁的高龄啊 现在是得天之福啊 得天之寿 得天之贵啊 知道吗 如果老先生不修道不办道 哪有今天的立场 哪有今天的高龄啊 都妥得素了 老先生完全妥素了 算命的先生几个人讲 这位老先生有大德 他妥得素了 寿命怎么算 不可能花到86岁 85岁 现在说这个算不出来了 不在五星之内 我算不出来了 一百二十岁也可能 算命的先生啊 都是自己人的算 所以我们这个修道办道人啊 知命立命 可以改造命运 可以得天之福 老天的给你福气 你用不完的 得天之寿 老天要给你寿的话 不知他活多少 得天之贵 老天给你一个位子 这个位子不是说 能够做大官发大财的位子 是先天的一个天觉的位子 都是修道办道多年 积点而来的 那么现在就是 大开幅度来说 你们这个是 学界 这个学界是为了事 学士 就是都书人 这个都书人 将来 入了社会 你不管在哪一个阶层 是一个领导阶层 你看那个 过去我们的国家 专制时代 那个称相呢 宰相呢 什么 辅佐皇帝的 都是都是大学士 都是 由拿选来的 这些称相宰相 都是由状元 榜养 烫花 近世 起码秀才 那都十年 寒窗苦 金榜提名 慢慢慢慢的 搭到一个 丞相 一个宰相 一个辅佐皇帝 那个 那个说 帮助国家 料理一切的正事 怎么样 都得要 五十岁 六十岁 到那个程度 有经验的 你马上就二十岁 二十五岁 毕业大学生 跑了皇帝 翻篇 做成像 不可能自信啊 你们看 你们也看过 那个历代的 那个历代的 我们这个 什么国家 那个史 都知道 所以这个市 是中介的领导者 你不能不能 我们不能看清你们 你们也不能看清自己 你们十年 二十年以后 你们是某某阶层 一个领导阶层 是一个 是一个出人头地 所以市为 世界的领导 你们不能看清自己 你们很好的命 你们的命很好 知道吗 知道 知道 你们命不好 你就不会念大学 你不会念专科 你们命很好 这个 实在说呢 是 你看现在我们的学界 很妙的 幽南到北啊 这个学界 在校生 求道 修道 半道 哎呀 太多太多了 现在 过去十年以前 我很重视学生 哎呀 常常给我见面 我请他吃饭 他给我讲话 我给他讲道 我跟他聊天 都很熟 这个什么名 你看他们 风甲学院 我跟他们聚熟 都知道 现在怎么办 哎呀 很多的 比风甲学校还好的 学校很多了 就这个我知道 什么台大了 政大了 什么成功大学 好多好多的 都吃素 都度人 结果在我面前一站 哎呀 都很熟 什么名字不知道 这是没办法知道的 人太多了 我们到进入学界 十五年 到现在 打开幅度 这个迅速 这个速度太快了 真是胜于 只有尔传命 那一传十 十传百 这不是恼然的 这不是单纯的 这老天的 天命的主使 众先佛呀 抱这些个靴子们 抱你们这些个靴子们啊 统统给带进来 人给你推 人给你带 先佛给你推 哇 这个推进来 就不是人 决定不是人力 我就推进来 可是推到我们佛门 推到老师师母门下 都是有缘的 你没有 没有缘 没有根器的 你是一个不好的学生 你进不来的 不是一家人 不如一家门 你们今天在外 这些个在校 各位道歉啊 几乎呢 好多都是品学兼游 几乎好多 你操行很不好 缺分很低 你就不容易接近 我们那些个银宝师 无以内聚 什么人教什么人 我在想是这样子 我也没有办法调查 你们的缺分 调查你们的 这个操行也不必要 我也不需要调查 我都可以知道 你们都很好 你说你们在校生 是不是都是好学生 是不是 是不是 应该想是都好了吗 应该是啊 因为我们倒是 难掉先良啊 度善不度诺 度品不度见 都是很好的人格 都是好学生 随随便便跳舞了 乱交男女朋友 乱来的 那种人好像 不可能进来 你们阴保知道了 哎呀 这个差差 慢慢改 慢慢改 搞得一冲 都在进来好了 好像我们交代的很阳格 如果你真是坏学生 不是好的话 那不是我的事啊 我交代很清楚 那是你阴保的事 那是你阴保所的事 度人是贪功乱度 乱度 那不是我的事 阴保是曾经 立愿给我担保你 就不是小事啊 那么现在就说 我们这个学界大开幅度了 悠难道悲太多 不光是台北啊 台北人家 台中也是 扁 也是一样 人家高雄 人家台南 这个城大也好多 人家台北 什么高雄医学院 也是有 现在都很多呀 我走到全汉上 哎呀 这个学界 蒸蒸日上 不得了 将来迁途不可限量 那么将来他们 这些个学生 修道办道 将来立志向 要替天行道 做讲师的话 哇 对于国家社会 这个力量就大了 天下逆 冤之以道 啊 天下之人都逆在水深火若 世风不古 道德轮往 很差很差 所以旧的办法 都有道来挽救 我们中国将来 三年五年以后 这么多的大学生 都是讲师 那不得了呢 这个力量就大了 在国家 是国家的一个栋梁 在社会 社会的中间 在道场 道场的一个 啊 是在前面 带动的一个阶层 那很大力量 啊 农 所以道法平等啊 道本平权 不分富贵贫贱 不分乾坤老受 农业社会 我们这个 你想看到 老农夫 老老巴桑 老地上 啊 这类的人 你上哪儿看下 到云林县 扎华县 哦 你要是开 奥巴上班 奥机上班 那个台语班啊 那可热闹了 都是 拿去杂贵 都拿杂贵 都是 农 职业 农农农农农 通通老农夫 不要看不起他们啊 他们是功德无量的 你们根本原来都是他们度来的啊 都是农业社会来传来的 你看 日丽县 广州家庭活动多少啊 一千多间 广州那个先天庙 像这种庙的话 人家二十六间 谁比不比不了农业社会 发展到今天 那继续成立华廊 继续大开幅度 那人就是人的 昨天 千天冲农堂 呃 正殿乐城 还那几个人 昨天 我就带上谢恩 又是多少人 又是两千五百人 千天一千多人啊 今天还有两千多人 明天还有两千多人 都是 都是云林县人 那个 呃 看不完的 老道神 西道神 这么轰斩啊 那我到我到他们那开广多久了啊 三十四年 我在你们学界开广四五年 在他们三十四年啊 市农工工业社会的更多了 这不得了了 现在工业社会里边人也有大军大专毕业的 也有高中毕业的 他们那种很单纯的 修道办到那种牺牲奉献啊 在道场是一个主流一样 都是他们办 他们讲 他们他们开荒颤道 都是他们 全台人生这个工业社太多了 商 现在大老板不多 小老板 小生意 普通生意 行一郎啊 小生意人 老板很多很多 所以这叫大开普度 啊 诸可以证明老师师母在台湾大兴其道 这个道是大开普度了 所以我们到这个时候 你们是好命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现在你们来到我们道场啊 最好命 前面人 这么多人看着你们 这么多人栽培你们 造就你们 这么多人庄严佛堂 这么多人能说能讲的 点算是讲师 那很那很好呢 这是你学什么 我们都可以 这么班 这么班都有 那个你能够讲 能够说 后边你要带度人的话 那是人很多很多 所以现在是最最好办的时候 我希望你们呢 既然入了我们这个班 这是缘分 既然得了这个缘 不要失缘啊 这开场 这叫开场 先讲一点话 还没有正式讲题 那么今天时间的限制 我11点一定要到城口堂去 带着他们给老母谢恩 所以这个话不能多讲了 那么开始 我们今天所研究的一个题 就是孝道 那个孝道啊 是人道方面 大家都知道 可是 这个人道做不到 就他们到天道了 为什么 因为现在我们修为的法门呢 是什么 是辱教法门 是辱教修为的法门 那么辱教收缘 那老师师母领导我们 我们现在是入世法 不是初世法 那么所谓初世法 都要剃度 头发剃掉 剃掉三全反老师 如果我们要是拜明师 修初世法 可能我也不修 这个头发剃掉 是不太好看的事情 你怎么 哎呀 看不到 空山导物 人生 我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都可以 你叫我头发剃掉 真是不好意思 太高于形象 我这个修为的法门 我会不接受 这辱教育收缘 是入世法 我是由入世而出世 那我都完全接受 不但我接受 我们大陆上的很多人 小姐 太太 先生 大生意人 董事长都接受 就是家庭也有 事业也有 工作也有 钱财也有 通通有 你也修道办道 你也成道 这件事物最好修了 可是呢 有修为的法门 有一个方法 一个门路 就是什么 就是老师师母 教导我们的 有三干五昌 五轮八德入手 我们现在都摊到一个孝字 你说我们相继讲 三干五昌 五轮八德 这个题讲下去的话 很久很久 专人摊一个孝 孝为百善之手 孝为八德之先 孝就是最重要的 自古以来 忠诚都处于孝职 这个孝是最重要 这个人要是不孝顺的 七下那几个德性都没有 你这个人要孝顺父母 不给父母难看 叫父母脸上有光彩 那你这下边都可以做到 他不会和显连寡食 又没有连又没有池 他会做孝职的 不可能事情 他保护父母的名誉 他不会做不怜不齿的事情 这个孝很重要 那么现在我们既然是修天道 现在我们先由孝道入手 那么怎么入手呢 就是当初圣人孔老夫子 留下的这一本孝经 这本孝经是太好了 你们都应该都看过 那么现在我们在修到半道 开始学到这个阶段 一定要读这个孝经 四书跟孝经都要读 那么现在我们就引证孝经上 孔老夫子说的这五种孝 大家同时念一次 好这个我们就是简单的说一下 大家都都很清楚 孔老夫子这本孝经是给谁说的呢 是跟曾子讲的 因为曾子是罪孝 那个孔老夫子说 你想做一个孝子 侍奉你的双亲的话 那么第一呢 居者至其境 跟你父母在一起居住 相处 你们要恭恭敬敬 所以我想这个五种孝 上之于天子 下之于庶人 以死结于此为本 我们在我们在一起相处 居住居住的时候 应该恭恭敬敬 村于中而兴于外 起码给父母一个精神的 十两精神的安慰 我们要常常关心父母 给他一个温暖 就很高兴 那么应该怎么样 称则行婚则定 早晨起来 第一眼看到妈妈 看到父亲 应该倒一声早 妈妈早 你老昨天睡得好吗 哎呀 这两天天气不太好 多穿衣服啊 你关心两句话 不要花钱 这叫精神的食粮 给他一点吃的精神食粮 给他一点温暖 这个话 我们做孩子都要 都要应该说的 忧小于是说 说到了大 在我们天津 我们在读小学的时候 老师天天腔调这句话 哎呀 称则行婚则 则定出庇告 反庇面 我天天讲讲的话 我们不做不可以 再说我看到我们的父母 我们父母对祖父母 也是这样子 我们不做也不可以 那么你们现在都是大学 大学生 高中专科 应该既都孔孟之书 必行孔孟之礼 那么是不是早上 起来见到父母 有请安没有 大家有没有请安 我有 没有普遍 我准保你们没有普遍 几乎啊 没有 见到父母 看看 你看我 我看你 老人 老人说 这孩子 早上都不讲话 大眼睛 大眼瞪小眼 目不知理 这个在我们古 古的时候啊 我也不是古人 在我们早年的时候 这个不可能 不可能 这个通不过的 一定要教 一定要做 那么 婚者定 婚都是晚上 父母还没有入 没有入睡 我们做儿女的 做儿媳妇的 一定要去照顾一下 门障了 背了 门子香了 一些 关照一下 你就是他们都准备好了 你也要看一下 需要我们怎么样啊 你看 门障挂的好 好好好 你看 你老休息吧 明天见 你给他讲两句话 你再出去 这都是礼貌 叫父母高高兴兴 样折至其乐 样就是供养父母 现在你们是在校读书 父母都给你们吃 给你们穿 给你们住 那么将来以后 再过十年以后 你们又要供养父母了 养儿方老 鸡骨方鸡 那时候你供养父母 叫你父母快快乐乐 人生的快乐 是莫归于天伦之乐 天伦之乐 是人生最大的快乐 没有天伦之乐 这个人是很苦的一个人 没有儿女 欢债罢了 有了儿女 没有天伦之乐 是最伤心 最难过 最痛苦的一个老人 那么给父母 供养他 好吃的 给父母吃 好穿的衣服 给父母穿 好住的房子 给父母住 有钱给父母用 叫他高高兴兴 快快乐乐 他可以多活几年 这都是你们 我们尽孝了 那么病者日期忧 病就是父母有病 父母有病 做儿女应该忧愁 不要说 哎呀病都病吧 老子做有病 病都死 我也没有办法 我们不能这么想 那个有父母有病 是我们暴能还债的一个机会啊 老人有病 需要人关心 需要给他照顾 需要温暖 甚至于煎糖 脑药 送药 给他 都要 都要 儿子亲身 来照顾他 儿子照顾他 儿媳妇照顾他 然后才轮到女孩子照顾他 所以你们这个 这一代 年轻人 可能不太了解 老年人的心底 老年人的心底 老年人的希望 可能你不太知道 那么我呢 半到四十来年 在这个 遇到老太太很多 老先生很多 所以我说给他聊天了 给他谈话 聊天 讲话的时候 我了解他 了解他什么 他 而这个老人家有病 心里很空虚 他这个病 有病很痛苦 有病痛 很空虚啊 啊 很痛苦 他需要一个人温暖他 给他照顾他 最最希望人关心他 老年人心里这样子 你抱他 你不理他 你都不管他 那连医生也不 也不找 不可能看他 说这个 做父母他会哭啊 他会难过 他会痛苦 所以你们这一 你们天轻人这一代 哈 你如果你修道半道 承认老师师母 是我们老师师母 我们得要做个好徒弟 那我们老师师母 最希望 而最爱的 最爱的就是孝子 哈 所以你们将来 父母老了 有病 一定要带着父母去治病 然后治病 然后 然后 这个药 呃 中药 自己亲身去煎药 要去煎药 药端上来了 哦 不冷不热 亲身给叫妈妈吃下去 然后他躺下去 你把背我盖下去 给他盖好了 叫他休息 你在 然后妈妈你休息吧 你在他背上拍两下 妈妈你休息 你再出去 你这个时候 你妈妈吃些药 其实高兴就不得了啊 心情一高兴 他这个 这个药在里边有 有有这个作用 他会吸收 他会运转 他的药性 有作用 应该吃五天药好的话 两天都会好了 知道吗 咋样不咋样 这是一个 对父母尽孝 安慰父母 一个爱 爱父母的一个亲情 就不是造作呀 不要说我造作好了 省三付要钱 也好几百块 那就糟糕了 对这是一个 爱父母啊 爱心啊 爱心不是只是爱太太 不是只是爱孩子呢 爱心的爱父母啊 爱父母的亲情啊 比这么多要重视啊 你要给他爱 所以就叫 养者致其 病者致其忧 那么伤者致其哀 伤 那么贪到伤 都是父母死掉 那个时候 我们做儿女的 很痛苦 父母死了 我们这个人最可怜的 没有人真心爱我们 照顾我们 疼我们 父母就是活佛两尊的 活菩萨两尊 有求必应 要什么给什么 要什么给什么 多少年了 忽然之间离我而去 都好像没人保护我们 我们很很痛苦 也是很 牵托认为很茫茫 那个时候我们怎么样 应该 哀 哀就是悲哀 应该 那内心里面哀痛 哭 尽量发泄 你看那个礼记上 写的很清楚啊 这个父母死了 不得了呢 哭天抢地 儿女哭的哭 哭好啊 好啊 大哭特哭 哭到一个程度 哎呀 一看都 内也都带粉红色了 哎呀 才止掉 那个时候 都发泄好痛苦 七天不动一催啊 七天呢 那个照咖 厨房都不动活呀 没有心情在吃饭 我们那个林黎啊 看到 这孩子很可怜 他真是孝顺 想妈妈 这种程度 我们那个邻居啊 大娘二十的 怎么样 就给我送点饭 送点饭 看这孩子们啊 痛苦的啊 跪呢 跪那个 跪那个棺材 那会儿啊 都亲戚蓬勃地拉起来 站着吃点饭 那个 理计上注节的也很清楚 那古老的人也是这样子 所以这种表现 那个对父母那种心啊 是尽量的都就是表达 表达无疑 你看现在 现在这个孝道也没人重视 也没人提倡 父母死了 你看 你们看一看 有多少人哭啊 好像都没人 没几个人哭 没有几个人哭呢 他们还想个办法 有钱人真想 真有办法 他想个办法 哎呀 人死没有哭的话 没有味道啊 好冷球呢 拍谁 他怎么样 他好吧 现在只有枝叶孝子 啊 这个是很可怜 很矛盾 枝叶孝子 他们讲啊 我们到去跟我说 前任 现在有枝叶孝子呢 我说不可能 我怎么这么没有理由呢 他说你老注意看吧 会有的 我都注意看 我都坐车里边 注意注意 哎 看了好几次啊 看到一个小姐哈 黑马带笑 在棺材 前面 一个小姐 那边有一个 零像的车 一个男孩子 我想哎 这可能不是他的 那个死人的儿女哈 如果死人儿女哭的话 伤心 怎么会拿这个麦克风呢 我一看啊 这是职业孝子 没问题了 拿麦克风 哭的啊 好惨的 妈呀 妈呀 一直哭 我一打 真有真有 我问他们差不多多少钱呢 哎呀 便宜便宜 不不不不 尽宵 尽宵 一千块 几千块 一千块 送便 到了坟墓 还哭 哭完再回来 还要拜灵 拜拜 拜灵 拜拜 才回去 几千块 好啊 就走了 是现在 怎么怎么这样子呢 这种职业 还有 还有人做 还有人提倡 哎呀 我想真是 真是 这个古理 道德呀 这个孝剃中心 真是太 太差了 所以 所以 所以这个老 圣人讲这个话 我们了解一下 实在是可怜 那么 记者之旗言 记者是 祭祀 我们中国跟外国不一样的 你看到美国英国都没有了 都是不一样什么 就是圣中追缘 圣人说过 圣中追缘 民德归后义 这点不能不提倡 我们中国不一样的 就是固有的道德 这是我们的传统 我们绝对不能改变 你看信耶稣教 现在还好啊 信耶稣教 许可拜祖先了 到这三十年 信耶稣教的 买祖先的牌位三千块 哇 好惨 那时候我们 真的听掉人类 祖先牌位 就支三千块 就卖给你了 这祖先就在 在天之灵 就不是到什么 难过到什么程度 这太没有道理了 现在还好啊 所以说我们现在 到提倡孝道 尤其这个祭祀 要严格 不能马马虎虎 父母死了 归空以后 他这个牌位 给他磕的像个样子 有漆啊 有磕这个金字啊 贴金啊 差不多六七千块 很漂亮 那么到了过年过节 父母的生日死日 那你做儿子的 带着你的太太 带着你的孩子 那天要要拜 拜 你父母生前 爱吃什么 你要拜什么 爱吃粽子 爱吃菜头柜 啊 爱吃面包 他爱吃什么 你要拜什么 因为圣人教给我们 教给我们有几句话 四死如四生 四亡如四存 孝之至也 虽然是父母死了 我们心里 心目 心目里边 在想 哎呀 并没有死 他的精神 还是在我们呢 还在保护我们 好像如在其上 如在其左右 还是这样子 给我们 帮助 所以然后呢 你给你父母 儿女要讲 讲说 哎呀 你的我们的 你的爷爷奶奶 他当初创业的 那个困难 他的他的历史 他的德性 他的优点 继续给他介绍 每每一次都介绍 叫你儿女心目之中 永久有祖先的存在 就叫一修却德呀 你发扬你父母的德性 叫儿女知道 能够学他 所以无者备一 然后能四亲 无者 你做得很好 很完备 啊 你才可以说 哎呀 还可以啊 猫猫良心 对父母还过得去 还有没有什么缺点 没有什么缺陷 这叫叫笑 这叫叫小笑 应该做的笑 那么下边呢 这个孟老夫子说的 这几种不孝 我们做一个检讨 啊 现在你们在这个年 年龄啊 在校读书 这个都没有 我看你们都没有 入了社会 三十来岁 这一般人可能会有 那么大家同时 我们可以念一次 梦子宣 四十五所谓 不孝则 多其四十 不顾如母之养 命不孝 好这个孟老夫子说的话哈 我们也今天我们也 研究一下 这个孟老夫子是 春秋战阁时代哈 那个应该说 世道小康 创造蒙 孟老夫子的大同理想 那个时代 可能这些不孝人 很尘少 不见得多 所以一代圣人 也都有预言 未到先知 所以现在我们的中华 民国 这个时候哈 这种人也是不少 值得我们 检讨 所以世书所谓 不孝者武 不孝里有五种等类 那么孟老夫子 是辩才无奈 这个很有才华 这个讲话能力很强 所以分析都很 都很周到 堕其四肢 就是社会 这个世界上的人呢 分作五种等类 有一种男孩子哈 堕其四肢 四肢懒惰 头脑简单 不顾父母之降 父母吃什么 任何什么都没有钱的 你也不管他 这种男孩子 列入地不孝 就是这个男孩子什么 忧手好先的 有书也不去读 有工作也不去做 每天晃晃晃 忙夹忙夹忙夹 一天过一天 归旦过一天 结果什么都没有 这不也没有钱花 忙夹忙夹 父母家家里什么钱没有 这种男孩子 愧为男子 还你大丈夫啊 弯了 没有用力 这种人列入第一不孝 那么第二呢 博弈 好英九 不顾父母之降 二不孝 还有一种 就钱到男孩子 博就是读博 把调 义都是下棋 这个人一读博都弯了 就九度无胜家 你有多少钱会输光的 你知道吗 你们这个知识分子 你们大学成都是知识分子 千万注意 现在也好 将来也好 可千万不要读博 三五个朋友 那里去读博 把调 就千万认不得 你要是读博 有这个嗜好的话 将来四度如命都惨了 你有万贯家 才是输掉 而且我们人格 都降低下去了 人格这一降低 踢上来就不容易 所以你们要小心谨慎 意念就是下棋 这个意念就是下棋 这个不是坏事 这应该是消遣 斗志 这个下棋是斗志 可是现在来说 也不应该 现在是工厂业社会 我们要照顾我们的前途 一分时间都是一分的成功 不要浪费在下棋身上 你看当初孟老胡子 这么教导我们的年轻人 现在更不应该 那个第三年 好喝才 私妻子 不顾父母之羊 三不孝远 第三就是 这个男孩子 很会赚钱 这个赚钱 君子爱财 其实有道没关系 凭我们本事 凭我们血汉 一个月赚六万 十万八万 这都是应该的 没关系 不是说贪心妄想 损人利己的签 我们都可以取 可是呢 下边这一句都不太好了 偏施妻子 有了签的话 完全偏施太太 太多托给她 买方子 也是她的名字 银行存款 也是她的 买 买 买钻石 结枝 买 买什么什么都给她 就叫太太 好高兴 好高兴 那么妈妈那是很空虚 什么都没有 叫妈妈痛苦 所以你这个男孩子 心呢 没有放在中间 心没有放在中间 没有天理对良心 没有淫水吃盐 所以这种男孩子 列入第三不孝 那么第四年 就是耗荣斗痕 一位父母 第四年 就是众耳目之欲 一位父母路 四不孝悦 还有一种 这个 孟老夫子列入一种 就是众 放众耳目 男孩子 我们前道 耳朵 爱听 眼睛 眼睛 爱看 都是就花花世界 五光石磋 五花八门 引诱人的事 太多太多了 都是坏事 那么他去陷下去了 日久天长 就可以怒害自己身体啊 就会有了 奇奇怪怪的病 糟蹋自己 所以身体法复 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 孝之时也 我们哪 都要保护自己 父母给我们这个 身体这么样的好 四肢 健全 无关 端正 这个相貌 都这么清秀 就是父母给我们 赶紧父母 既然完全接受过来 这么完整 我们保护他 圈而归之 我们完全还要给父母 我们不能伤害他 不能糟蹋他 这就是 第四不孝 那么浩荣斗痕 以为父母 我不孝也 还有一种 我们就前道 浩荣斗痕 这个就是黑社会 流氓太保 完事 就是现在的 不良少年 不良青年 现在犯罪的年龄 一直降低 你看法院 都要重新 盖法院 那个监牢狱都满满的 一调查点 这个年轻人太多了 就很可怜 很可怜 真是糟蹋自己的前途 所以这种男孩子 最流氓太保 黑社会 打人 骂人 无理取闹 抢人 多人 糟糕了 一进监牢狱 去一盼都是 犯刑法五年 三年 十年 那一个人 一个男孩子 搅乱了我们一家 是鸡犬不宁 牢少不安 父母也要送饭 也要拜托人 太太的话 痛苦要死 孩子也没有爸爸 我一家 不像过日子 所以这一个人 影响了一个家庭 家庭 最坏的孩子 一个败类 所以我们今天在位的 各位前道 我们这学生们都没有 这个都没有 你们还干干净净 都没有 是不是都没有 是都没有 这最好 你们虽然是白玉无瑕 很完整 都很漂亮 可是你们保护他 你们也好好保护他 好好爱护自己 这一辈子都不要 这些个事 通通不要有 人格高尚 你父母 为父母争光 这是你应该做的 那么下边 还有这个校的分别 因为我赶时间 我讲话很快 用最速度的 我讲这么快 你们大家听懂不懂 这个下面还有校的分别 小校 中校 大校 大大校 这个小校呢 就是放在我说的那个 校军上讲了几句话 就是供养父母 骰身 吃的 穿的 住的 教父母高兴 教父母满意 你说我们 要是想一想 儿女教父母满意 你说 简单不简单 容易不容易 你们现在还没有 轮到你们身上供养父母 是不是 你们想啊 我们在 自己在想象 哎呀 我教父母很高兴 很满意 人前后 后边总在赞美我 我就还是很乖的 这时候就还是很乖 很懂事 都是体贴我 关心我 处处为我着想的 叫父母偶露你 夸奖你几句话 你说 容易不容易 怎么咋样 那我的看法是容易的事 因为父母是我们亲父母啊 不是外人的 他对你不会苛求呢 不会给你苛求的 有什么条件 不会呢 你只知对他 爱他 疼他 关心他 照顾他 体贴他 就够了 很简单 你要说 哎呀 我们赚钱的妈妈呀 爸爸天天给你做衣服啊 每天做时间 我给你买几个烫子 他会骂你 你这不招的钱吗 你就身经过敏了 身经病是吧 一天到你做衣服干什么 我天天穿几件 那又太过了 过如不济 他也不喜欢 一年 妈妈的母亲节 父亲节 过节 过年 一年四套衣服 他高兴也不得了 四套很简单 你说这个我们做不到吗 你说做到做不到 害怕 你们还不敢这样大话 声音都很小 一年四套衣服都做不到 这个我不相信 四套都够了 不要多 妈妈会满意 你给你妈妈买点牛奶 买点 维他命 多种维他命 买点 什么 买点 他爱吃什么 你给他买什么 很简单的事 你常常给他 看他给他送 给他叫他吃 叫他肉 你一个月 给他几千块钱 不要多 做老年人 没有什么奢望 你一个月 你给他 妈妈三千块 爸爸三千块 零花钱 你让他给他吃饭 他就很满意 他很高兴 你常常回去看看他 给他安慰几句话 什么新闻 给他报道一下 他都很高兴 我认为没什么困难 他都够了 你在有时候 妈妈我们出去玩一玩 到阳明山 是到 是到阿里山 到日本去 就都很好了 他高兴就不得了 知道吗 知道 你说我怎么知道 我上日本去 天天 不是天天去 每年都去 每年去日本 那么 有时候看到这个观光团 我们台湾囊 我们台湾人 跟他聊天 今天我要去观光一次 我不是半岛去的 很轻松 去剃图 今天不错去剃图 剃图呢 遇到很多观光团 到欧巴桑 我说 哎呀 欧巴桑你先好 怎么 我能有办法剃图 我不知道 你们这样 我的家去牛号 我的家给我老人口 我的家给我 什么人口 我今天开别了 欧楼欧楼 后面 后面 自己欢喜不喜 研究起来 不是很简单 很简单的事情 一辈子日本剃图一次 每个月三千块 一套一年几套衣服 天天穿着吃胃肠病 多了 这都还这么价钱 又好 很 我研究起来 很简单 你说这么简单的事 这些个儿女们都不做 不要叫我们父母生气 真是这年轻人莫名其妙 我认为很简单 所以你们现在修道人 叫父母高兴 我给你们讲一些话 简单的事 不是我们做不到 而我们不是做 那么下边呢 是什么 就是忠孝 这个忠孝是顺其志 这个高潮一点的哈 父母志愿 希望 望什么 望子称龙 望女成凤 读到 读到你大学 很不简单的 他省吃减重 到了现在 在你们身上教育费 生活费 一些的家费 在你们身份 花了一百多万 一百多万 偷资这么多 这么多将你 叫你干什么 读到大学了 叫你出人头地 将人将来很有出息 很有前头 很有前途 做一个领导阶层 哎呀 在做老师 做教授 做什么县长 做什么官 做什么董事长 做什么领导 他是 决定这么希望 希望你给他争光 你就埋伏苦干 十年有成 当然配合我们理想 也配合我们的命运 尽人事而听天命 二十五岁 到了三十五岁 我做了经理了 四十五岁 我做董事长了 都很好了 这叫 这叫做忠孝 啊 这叫忠孝 顺其志 那么还有这个大校呢 就是更高超一点 啊 欲亲欲道 父母 呃 做的好事 修桥补路 救济贫困 这都是好事 我们就赞同帮助他 不能够反对他 叫他有善德 有好的名誉 那么父母有时候 想不开 做点不好的事情 比如说 呃 损人力竭的 不讲理 很凶了 哦 很很不讲理 就屋里取闹了 你知道的话 你好好的 哎呀 好好的 给他讲了 给他说 给他求他 啊 甚至于有时候 父母糊涂了 哎呀 想倒人两千万 都糟糕了 你 你赶快就劝他说 啊 他不听你 你跪他 你抱着哭 哭到一个程度 哎呀 哎呀 我的孩子 这么深名大义 我何必的 我倒人家两千万 他不是为了他吗 不要不要不要了 完事了 就不要倒了 还给人家 这个时候 你是大笑啊 你叫他有德性啊 你不管他 好 倒倒 还给我买顿房子 我也很舒服 将来怎么样 你住 住人家的房子 倒在的房子 你住 父母溜了三年回来了 你糟糕 一辈子都 抬皮头来了 这个头抬不起来呀 你在下面的后边子 这个孩子没有出息 他住的房子 倒人的钱 就爸爸 做这个缺德的事 这个孩子没有什么 不要理他 糟糕了 所以这一辈子 没有 就掰来了 所以我们要小心 注意父母 有德性 我们光荣 他施德 我们就跟着施 糟糕 也要注意 最重要的话 预期你到 要请父母来求道 你们承认 道真 理论天命真 你们应该真心 孝顺父母 赶快度父母求道 父母不求道 我们痛苦呢 父母慢慢老 老到一个程度 招不保弃 那么将来死了 还见人家 人家往六道轮回 我们是不甘愿的 赶快度父母求道 他不求道 你给他说 给他劝 请银宝师讲识给他度他 赶快再度来求道 而是进一步开班 我们也老人班 中年班 台语话班 客家话班 到日本 还有日文班 到美国有英文班 全部班都有 我们都可以叫他参加 这样读不懂 好 下边是什么呢 就是大大校 这个大大校是最高唱的 最高 最上扬的 最上扬的就是什么 就是立身行道 扬名于后世 以显父母孝日中也 我们立志向 志在道 志在道场 志在给师父 师母布得 给自己赔得 给父母赔得 就要怎么样 带天宣化 替佛学员 讲道德 说人意 立志向做讲师 做到这个程度 你才可以 公元国满 父母就可以成仙 你成仙 父母就是成仙 现在成仙 不能够是困难 很简单 你只要修道 半道一辈子 就可以成仙 那你就是 央名声 选父母 父母跟你一起 成仙 就成道了 那是最大的校 就是要修道 半道 替天行道 都可以 那么现在 时间的关系 我都讲了劲 好了 好 大家再继续请坐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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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